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活动开场演出 音乐 用小提琴和吉他合奏 特别疗愈 忙于创新求变 在市场上创造竞争力的 新创事业伙伴 宜兰县长林兹庙特别出席宜兰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 地方型SBIR成果发表会鼓励中小企业和商行申请研发创新补助 并听取通过的16家在地厂商介绍自己的计划初心 以及经由经济部和宜兰县政府辅导后所带来的影响力 县长感谢大家创新创意的用行动力为美好的未来加油 那今年度总共有16家厂商受到政府的肯定 我们让年轻人勇敢的竹梦 有梦见你梦想成真 那梦想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要很辛苦 我们看到的只有人家的成功的一面 但是呢在过程当中大家都很辛苦 在自己专业领域的付出奉献 那今天呢特别来到这边 一方面鼓励 一方面呢对于你们呢能够呢对于我们的宜兰县呢 大家贡献心力 共同的繁荣 为我们宜兰县发光发热 那这个SBR 这是地方型的产业 那大家都知道 年轻人呢宜兰县政府成立青年支付课 也是希望呢能够呢 对于人轻人专人的服务 专人的卑伴 专人的辅导 所以呢对于我们的所有的年轻伙伴们 我们一起努力拼出宜兰的好生活 宜兰县议员庄淑儒 则年年出席 听取受补助企业 所发表研发和创新的计划成果 这些都是在地的这个产业 那他怎样吸引顾客 怎样吸引旅客 怎样当他的原本的产业 再度的活化 然后加上创新 所以说非常感谢我们的这辆县长 带领了我们公车出镜会 还有我们公旅处所有的好朋友 帮助这个产业来活化 对于刚要萌芽的企业 宜兰县观光工厂协会 理事长赖文典 给予高度的肯定 宜兰县是以观光力线为主 无烟囱为主 所以希望各位业者 跟我们观光厂是一样 如何能够在乐活 永续这上面再继续加油 那首先我看到你们这些真的很厉害 公光厂多向你们谢谢 谢谢 结合宜兰县的观光产业 六级产业 文创产业 绿能产业 以及高龄友善为主 木 纸 布和低碳 永续循环的创意产业 都是宜兰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计划 补助的重点 永续产业 宜兰县施行 战 县长林姿庙 并且逐一到每个研发创新摊位 为新创企业录制宣传影片 希望公司部门共同协力 推展宜兰的好物好创意 让宜兰的头家 在宜兰拼出好生活 过上好日子 并且逐一兰和鲜花 再见